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多余的呼吸 什么叫多余的呼吸 就是没有用的呼吸 什么叫没有用的呼吸 是不需要动的呼吸 比如说一字五曲一上来这一句 我们停在这儿 然后再起手 停在这儿 然后再起手 为什么要停在这儿 如果不停呢 是不是为了中间的这个时间空档 我们要再做一个抬手 比如说 这不够 还得再来一个吧 还得再来一个 您是搁这儿弹琵琶呢 还是跟这儿画太极 打太极呢 包括我们的 春江花月夜也是一样的 它第一个音第二个音之间很长 如果一上来 再来一个 啰嗦 如果 上来就 直接接 那音和音之间又太紧了 所以同学们知道什么叫多余的呼吸了吗 当我们这一个音和下一个音比较长的时候 我们能选择的一种就是 不动 在我们准备弹下一个的时候 再吸气 再吸气 就好像十面埋伏 不要动 如果你的十面埋伏 跳大神的吧你 啊 - MING PAO TORONTO